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居然维修学员的万门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新一代iPhone内部完全拆解的一个分享视频 然后再拆这个CPU和拆硬盘的 还有分层这一块的 我们要注意细节上面的哪些东西 我们拆开了主板之后 第一时间是对这个硬盘进行了拆解 我们先除了胶 加热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 我们就从这个硬盘的这个和这个螺丝孔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刀片往硬盘里面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我们千万不要用力去压那个主板 因为上下层的那个C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用力的去压那个主板的时候 就会导致这一个上下层会短路的 然后直接就把硬盘可以敲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视频的片段 和我们模拟的片段是一样的 我们先在这个位置加热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 把刀片插进去 然后我们插的时候是不要用力去压主板的 这个一定要记住 然后来回的这样子把刀伸进去 轻轻一翘然后把那个硬盘就可以下来了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拆这个硬盘呢 因为拆这个硬盘的原因就是想把它扩容 但是在我们测试的时候呢 它和iPhone X的这一个硬盘的加密数据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读取它的硬盘信息的时候是读取不了的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扩容就把它放弃了 然后就把硬盘把它装回去 再装的时候我们也是不要去压主板了 然后装回去之后呢 我们再去测试一下那个手机能不能正常开机 因为我们继续还要往下拆 分层还有对这个CPU分解 我们现在看一下手机能不能正常开机 然后再确定这个可以正常开机之后 还有功能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就对主板进行一个分层 分层的这一个方法是和我们iPhone X是一样的 然后下刀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在这个位置下刀 然后把它轻轻的抬起来 如果可以抬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刀放到它的这一个螺丝孔的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轻轻的调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分层完成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在我们吹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角落这里轻轻的去 撬一下主板上层 看一下它能不能松动 如果能松动OK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螺丝孔这里呢 我们就把它调起来 然后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iPhone X和新一代的XS Max的这一个中层的连接点 我们可以分辨出啊 它的这一个点是比之前的点少了 初步判断呢 还是和iPhone X的这一个摔过很容易导致这个上下层虚焊的 还是存在这样子的故障 接下来就把这一个触摸的连接板 还有包括它这个工放的这一块 我们把它拆下来 拆的时候呢 就在它这个座子的反方向 然后我们下刀 然后把它夹起来 然后就可以把它拆下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在这个位置 我们吹了吹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然后把它夹下来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把它拆下来了 拆下来这些部分之后呢 我们就测量这个数据 测量这个数据 就为日后维修做好一个准备的 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一个A12 然后进行一个拆卸 它的里面的这一个芯片是不一样的 A11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一个A11的中间这里可以下刀 但是在A12这里 我们只能在这个苹果的缺口这里下刀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一个模拟的片段 啊在这一个电容呢 这个位置呢 我们下刀 下刀的时候呢 就把它往里面插一点点 然后再 再往上方把它的分离 这一块 然后再往它的下方 再分离一片 然后再到走回中间 然后把刀插进去 插到苹果的下方就算了 我们就不要再插进去 因为里面是有一个芯片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轻轻的用力去 把CPU轻轻的用力去 把CPU轻轻的用力翘一下 看看能不能下来 如果能下来 那就OK了 然后把CPU拿下来 然后把CPU拿下来 在拆之前呢 我们先把主板做好标注 然后证明了这是一个是这一块主板的 不过来就先除焦嘛 除完焦 除完焦之后我们又上焊油 上完焊油呢 就可以去把CPU用刚才的方法去拆了 吹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 在这个电容这里下刀 如果可以插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向上方 去滑动 我们在下刀的时候呢 要注意啊 就是不要太过过于急的去 把刀插进去 因为我温度还没过的时候 把刀插进去的时候呢 会造成这一个CPU的 板成的掉点 或者 那个CPU本身掉点 然后 再用刚才的方法 就把那个CPU拆进去 接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给它的CPU直锡 吃完锡之后 我们就把那个CPU装回去 在这一 这一个过程呢 我们是省略了这一个除焦的部分 其实除焦就和我们之前的 所有的手机的除焦方法都是一样了 然后再把CPU装回去 然后再把CPU装回去 就到一定的时间我们就轻轻的把它推一推 然后进行一个复位 确定了可以复位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收枪了 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上下层就把它装回去 再进行一个测试 装回去的机械还可以正常地运行 装回去的机械还可以正常地运行 然后现在我手楼上的这一台机器就是 我拆过CPU还有分解过的其他的元件 为什么要把它分解 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要测量这个数据这一部分 然后进行这一个针对以后的维修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作用 新一代的iPhone不管在这个性能还是在照相方面的提升都是非常明显的 但主板的内部结构跟上一代是相差不大 拆装这个芯片只需要根据我们视频的一个注意的细节 然后就可以避免一些错误的操作 在新的部分上一代iPhone大部分的用户反馈都是比较差的 然后新的iPhone虽然做了一些部分的调整 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个信号差的问题 这一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然后还有更多的维修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们巨浪维修学院 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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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